哈喽,你好呀,我是笨手笨脚也能缝好包包的小鱼 接下来就让小鱼陪着你,一起把这款包包给缝好吧 细心的宝宝一定会发现,我们的盒子是可以做成一个DIY文件框的哦 按照这个步骤,然后顺着这条线剪下去 我们就可以变废为宝,得到一个DIY文件框啦 从这包包需要用到的工具都在这里咯 收到之后记得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错漏哦 工具包里面有皮块和小夹子,现在我们把它们安装到一起 首先,先用力往里按,把它取出来,另一边也是 好,然后把它们套到皮里面 对,就像这样,套到皮里面 另一边也是 套进去之后呢,重新安装到夹子上 两边都要安装上哦 安装好了之后,调整一下皮块的位置 然后可以拿一根针往里面按一下,对 这样一个夹子的安装就做好啦 那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区分皮料的正反面 孔位比较大且圆润的呢,就是正面 反之,孔位比较小的就是背面啦 对啦,还有小鱼为你准备的贴心小工具 按照上图,把数字贴到对应皮料的正面上 就可以快速的分辨皮料啦 在开始缝制之前呢,先拿出我们设计师精心制作的一个桌垫 然后把皮料摆好,先拍一张好看的照片 免得之后没有素材发朋友圈哦 那现在我们拿出一号皮 一号皮的缝制是从这个孔位 到这个方向 缝制到这个孔位就可以啦 那缝制这一圈孔位需要用到的拉线长度是200厘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圈 是需要重合缝制的 拿出我们的桌垫开始凉线 凉200厘米 这个是50厘米 100 150 200 好,那就是这里 然后 剪断它 因为我们家包包用的是 双针缝法 所以线的两头都需要穿上针 先准备好两个针 然后拿线的一头 翻过针孔 然后拉出一小段线 像这样 因为这个是细线 所以如果在穿的过程中它很难穿进去的话 用剪刀 这样刮一下它的线 用剪刀刮完之后呢 用针从线的中间穿过 像这样 好,穿过之后呢 这个拉到针头 扯紧长的这根线 那这一边的穿针就完成啦 另一根针也是一样的穿法 两根针都穿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啦 在开始缝制之前呢 我们可以戴上我们工具包里面的纸套 防止手流汗的话就会 拉线就会拉不出来 好,就戴在这两个手指上 戴好之后呢 就从第一个孔位开始缝制 两边的线一定要拉得一样长 拉得一样长之后 接着穿过第二个孔位 然后到另一根针 从下往上穿 扯紧它们 然后接着到第三个孔位 从下往上穿 注意缝制的时候 两根针的方向要一致 比如说这根 一直放在右边 那这一边也要放在右边 同样的方向 然后从下面穿过来 然后就继续按照这样的缝制步骤 进行缝制 那我们现在已经缝制到这个孔位 然后看 缝到这里是需要重合缝制的 这两块皮 接下来继续穿过 这个孔位 重合缝制 接下来继续穿过 这么前面的感觉 接下来继续穿过 接着就是按继续的缝制步骤 接着就是按正常的缝制步骤来进行缝制就可以了 记住一定要扯紧它哦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收尾的地方了 先穿过最后一个孔位 用力扯紧 穿过最后一个孔位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倒缝两针 然后再收尾 倒缝两针就是往这个方向 穿过 倒数第二个孔位 另外一根针也是 从下往上穿 也是从倒数第二个孔位穿出来 然后在上面的这根针 从倒数第三个孔位就是这个孔位 穿下去 好,那这就是倒缝两针啦 然后 翻至背面 进行收尾 先剪掉多余的馅 接下来我们拿出工具包里的502胶水 这里千万要注意哦 502胶水 不要直接涂抹到皮料上 不然会清洁不掉的哦 我们最好拿出一个小容器 然后倒出一点 到小容器里面 拿出一根备用针 蘸取一点502胶水 涂抹到两边的线头上 两边都要涂抹上哦 记住哦 好,那这样我们的缝制就完成啦 接着我们拿出2号皮和3号皮 2号皮和3号皮的缝制是要重合缝制这一块 那缝制这一圈孔位需要用到的腊线长度是120厘米 穿好针,量好线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缝制 从第一个孔位 穿过去 两边的线要拉的一样长 接着穿过第二个孔位 接着穿过第二个孔位 扯紧它 然后接着往下穿 继续扯紧 按照这样的缝制步骤 继续缝制就可以啦 那我们现在已经缝制到倒数第二个孔位啦 就已经要进行收尾咯 但是这个收尾方法跟前面一个不太一样 是穿过这个孔位 然后从两块皮的中间穿出来 就像这样 然后拔出来 就像这样 在两块皮的中间 接着 这根针也是 同样的 穿过倒数第一个孔位 从两块皮的中间穿出来 就像这样 两根线都在中间 然后 打两个很紧的结 打结一定要紧一点啊 然后就剪掉多余的线 剪掉之后呢 就往里塞 然后占取一点502胶水 涂抹到这个线头上 一点就可以了 好 涂抹好之后 我们这一步就已经缝制完成啦 接着我们拿出一号皮 二号皮 和四号皮 这三块皮是需要重合缝制到一起的 先把二号皮 对准四号皮这一排孔位 然后 一号皮同样也是 对准这一排孔位 那缝制这一排孔位 需要用到的 拉线长度是 100厘米 穿好针 凉好线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缝制啦 因为这个是三块皮一起缝制 所以一定要对准好孔位 对准之后 拔出 拉出来的两根线 一定要保持一样的长度 接着 第二个孔位 扯紧它 扯紧它 有点速度 刷入 对准之后 有点速度 用一较高的 也有点速度 我们可以在海上 你会在海上 我会在海上 这些是三块皮 这些是三块皮 我会在海上 我会在海上 有点速度 我会在海上 海上 接下來就是按正常的縫製步驟進行縫製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縮尾的地方了 穿過最後一個孔位 從二號皮和四號皮的中間穿出來 像這樣 然後拉出來扯緊 這一根同樣也是 穿上來從二號皮和四號皮的中間穿出來 扯緊它們 扯緊之後打兩個死結 剪掉多餘的縫 多餘的縫往裡面塞一下 塗抹一點 我應該要澆水 好 那這一塊就已經縫製完成了 現在我們拿出五號皮和六號皮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六號皮需要翻至背面 再對準這一圈孔位 那縫製這一圈孔位需要用到的蠟線長度是160厘米 那我們穿好針線之後就可以開始縫製啦 先穿過第一個孔位 先穿過第一個孔位 兩邊的線要拉的一樣長 然後穿過第二個孔位 接著從上往下穿 接著從上往下穿 扯緊它 然後接著縫製 接下來就是按照正常的縫製方法 進行縫製就可以啦 那現在就來到了 我們的縫製部分啦 穿過之後一個孔位 從兩塊皮的中間穿出來 就像這樣 穿出來之後 然後拔出來 下面這個也是也是同樣的 從兩塊皮的中間穿出來 扯緊 扯緊 扯緊之後打兩個平均的結 剪掉 把多餘的線塞進去 塗抹一點 502小碎 這樣這塊就已經縫製完成啦 接著把7號皮縫製到4號皮上面 7號皮和4號皮的重合縫製 是7號皮 是7號皮要放在上面的 那縫製這一圈孔位 需要用到的 蠟線長度是200厘米 把針線穿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縫製啦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在最開始這裡是需要進行鎖邊的 我們先穿過第一個孔位 兩邊的線要拉的一樣長 然後 從邊緣這裡 再讓回第一個孔位 扯緊它 好 那這個就是鎖邊啦 接下來 就繼續縫製 第二個孔位 一定要記得 時刻要拉緊它 好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缝制到拐弯处这里 拐弯处这里就是也是要对准口味 然后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 下面也是 对准 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 要扯紧 每一步都要扯紧它 要扯紧 你看只有扯紧它才一个拐弯处的形状这样子形成 然后接着缝制 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要收尾的地方了 穿过最后一个孔位 从两块皮的中间穿出来 从两块皮的中间穿出来 就像这样 另外一个也是 从两块皮的中间 穿出来 用力扯紧扯紧之后 扯紧之后把两个很紧的结 然后剪紧之后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 把多余的线往里塞 涂折抹一点502胶水 添取到这个线头上 好了 那这一步就已经缝制完成了 接着把五号皮缝制到七号皮上面 缝制这一圈口味呢 需要用到的拉线长度是200厘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五号皮和七号皮的缝制 七号皮是在外面的 就像这样 在开始缝制之前呢 我们可以用两个小夹子 把五号皮的这两边给夹住 方便等一下缝制 然后翻过来 对准七号皮 穿好针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啦 我们的开头 同样也是需要锁边的 先穿过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要拉的一样长 然后还是这根针绕回 继续穿过第一个孔位 折紧它 看这个就是锁边啦 然后接着缝制 第二个孔位 从下面穿上来 然后接着缝制第二个孔位 然后接着缝制第二个孔位 从下面穿上来 扯紧 一定要注意 这里每缝一步都要用力扯紧 然后继续按之前的缝制步骤 正常缝制就可以啦 那现在我们缝制到了拐弯的地方啦 同样也是对准孔位 扯紧 扯紧它 另一边 也是对准孔位 拉出来之后 一定要扯紧 然后接着接着继续缝制 扯紧 看这样扯紧之后就有一个拐弯的弧度出来啦 那我们现在已经缝制到倒数第一个孔位 先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进行锁边 锁边之后再进行收尾 扯紧 然后再绕回 倒数第一个孔位 从两块皮的中间 穿出来 就像这样 好 另一边也是 从这一边口味的中间 从这一边口味的中间 穿出来 扯紧 然后两边一起扯紧 扯紧之后 打两个结 这个结一定要记得紧一点 把多余的馅剪掉 然后把多余的馅往里面塞 塞进去之后 蘸取一点502胶水 涂抹到这个馅头上 好了 这一步就已经缝制完成 现在呢 我们就先来缝制六号皮的 这一排孔位 这一排孔位 缝制需要用到的 拉线长度是40厘米 穿好针线之后呢 我们就来进行缝制 穿过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要拉出来 一样长 然后就按照正常的缝制步骤 来进行缝制 好 我们缝制到最后一个孔位之后 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尾 这一针 回到倒数第二个孔位 往下缝 然后开始打结 打完结之后 剪掉多余的线 把多余的线搬进去 涂抹一点 我又要浇水 那这一块就已经缝制完成了 另一边也是用一样的缝制方法 来缝制就可以了 现在拿出8号皮 缝制到6号皮上面 这样会齐缝制 缝制这样一圈孔位 需要用到的拉线长度是200厘米 那我们穿好针线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缝制啦 这里的缝制开头是需要锁边的 先穿过第一个孔位 两边拉出的线要一样长 然后绕过这边 再穿为第一个孔位 折紧 左边就已经完成啦 接着按正常 红制的步骤进行红制 接着按正常 那我们现在到了收尾的部分啦 穿过就有一个孔位 从两块皮的中间穿出来 这一根针也是 从底下的孔位穿出来 两块皮的中间 像这样 穿出来 折紧 然后打两个结 剪掉多余的线 把多余的线塞进去 涂抹一点502胶水 涂到线头上 好了 那这一部分就已经缝制完成啦 接着我们拿出9号皮 先把这个肩带给安装好 先安装这两边的 然后接着再安装另一边 好那这个肩带就已经安装好啦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螺丝刀先把它们拆开 就很简单 对准这个螺丝 这只手按住 这个五金扣 然后 把这边 稍微转一下 就出来啦 接下来把肩带安装到包上 在开始安装之前呢 我们先拿出这条肩带 把这个五金扣 先扣在这个圆孔里面 放旁边备用 我们先拿出螺丝 插进这个孔位里面 然后 拿出这个圆形五金 套进去 套进去之后 再拿出刚刚套好的这个肩带 给它叠加上去 好现在已经全部叠加上去了 现在就用我们的右手 用力按住这个螺丝 接着用左手 转动这个五金扣 把它转紧 就可以啦 好那现在就已经安装好啦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安装方法 接着我们拿出这个链条肩带 然后把它安装上去 安装好之后 那这一个包包就做好啦 我们终于把这个包包缝制完成啦 是不是超级有成就感呢 赶紧发个朋友圈炫耀 哦不 分享一下吧 如果觉得小鱼讲的好的话 给小鱼点个赞呀 记得把小鱼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拜拜啦 下回见 下回见